火星一直是科学家所关注的重点星球,因为火星距离我们地球比较近,而且科学家通过对火星的观测,发现火星之前,其实有可能也存在着液态水,也就是说之前的火星,有可能是一生命体存在。 因此科学家把我们人类未来移居太空的希望放到了火星上,希望我们人类未来能够移居到火星上面生活,但是现在的火星观测表面的气候是非常恶劣的,想要生存是不可能的,因此科学家提出了火星地球化,也就是对火星进行全面的改善,使火星成为一个绿色的星球,甚至能够成为我们人类的第二家园。 这到底可不可行呢?想要对火星进行改造,人为的改造火星表面的环境,从而能够让它的气候、温度以及生态,类似于我们地球现在的环境,这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行星工程。 或许很多人会感觉这样的情景,应该只是出现在一些科幻小说,或者是科幻影视剧作品中吧,但是现在科学家已经提出了这个设想,这不再是仅仅存在于天马行空的一些科幻影视剧作品之中了。 那么什么叫火星地球化?那简单的来说,就是将本来恶劣的火星环境,通过人为的发生逐步的改造,成为适合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。 那么这个火星环境,整个的改造过程,就叫做火星地球化。 科学家认为,火星是确实以改造,成为类似地球的一颗行星,因为它们存在着很多相似的地方,像是地球的一天自转时间,大约是在24小时左右,而火星跟地球的自转时间是差不多的。 仅仅在半个小时左右的差异,两者之间都有着这样的昼夜交替,还有就是地球跟火星的赤道面角度倾斜度,也是比较相似,也就是说它们的次级变化是非常相似的。 另外,咱们的地球大家都知道,它存在着南极跟北极,南北极是地球上最冷的地方,几乎中年都是冰雪覆盖的,而在火星的两极地区,也是存在着这样的情况。 不过它有可能并不是覆盖着冰雪,而是一些二氧化碳之类的,总之温度也是特别的低。 所以科学家综合分析,这两颗星球应该是非常的相似,因此科学家认为改造火星应该是最可行的。 之前最早是美国方面提出了这一计划,想要实现对火星进行巨大的改造,实现火星的地球化。 科学家认为,通过不断的努力,相信在未来最终会能够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。 虽然现在的火星看起来是红色的,根本不适合我们人类的生存,但是最终会将这颗星球改造成为,到处都是绿色的植物,甚至潺潺流水,以及充满生机的一颗星球。 那么火星的地球化改造,具体需要有哪些方法呢? 首先火星的大气之中,必须要增加适量的气体,还需要增加地表的温度和气压,尤其是液态水必须要增加。 而要做到这一点,可以通过在太空之中架射巨大的反射镜,这样才能够将阳光反射到火星的表面。 从而能够极高表面温度,加速火星地下的一些洞土融化,从而将地下的这些水会吸引的地表,等到冰层融化之后就可以培养一些深色的藻类,可以散布一些藻类植物。 在一些洞土融化的地方,这样既能够防止沙尘暴的出现,而且也能够促进火星表面土壤的形成,从而有益于大型动物的居住和生活。 另外,要解决的方面,就是太空的高辐射鼻子,关于这方面可以使用太空的反射镜来进行相关的处理。 不过这些镜子,一般来说比较的脆弱,如果火星的大气层不断的增厚, 也许这些镜子慢慢的就是去效用,还有一定要启动火星的磁场,这样才能够抵抗来自于太阳强烈的风暴,以及宇宙之中的一些高能量射线。 但是,想要启动火星的磁场,就现在来说,科技水平还无法达到,因为现在关于地质的诚意,科学家并没有完全地掌握和了解。 而人工制造的电磁,想要提供如此大的能量,估计技术方面也需要不断加强。 总之,想要真正地实现火星地球化,对火星进行改造,估计现在的技术水平还不行。 所以科学家认为,很有可能花费的时间比较长,而且在启动这项宏伟的工程之前,一定要完整仔细地审视火星这颗星球,包括周围的环境之类的。 确保火星一旦开工进行地球化改造,不会出现任何的不可控制的意外情况。 但是,如果真的实现了火星地球化的改造之后,我们人类就成为了火星人,那也是特别令人期待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